王妮好 歡迎收看1300整點新聞 我是黃品琳 先開始馬上帶你關心到最新消息 一人雞排妹正家純日前跟網紅陳怡深夜開直播吵架 雞排妹是用密碼的方式公開了陳怡的手機 觸犯個資法遭到判刑 時間是在2021年間 雞排妹跟陳怡深夜開直播大戰 兩個人吵到最後竟然開始公布對方的電話 來當成攻擊手段 而雞排妹是用色卡密碼的方式 來公開了陳怡的手機遭到陳怡提告 法院審理之後認為 雞排妹違反個資法判刑三個月 得一顆罰金9萬元 萬噸兩棲船沽的運輸艦玉山艦 今天首次駁靠花蓮港 玉山艦在去年6月成軍正式投入海軍作戰 近日進行環島射航任務 在清晨6點40分 在三艘港勤船以及海巡艦艇的護航支援下 緩緩使進了花蓮港17號碼頭 龐大的船身也吸引不少軍事迷道場 軍警也在一旁來警戒 也期盼玉山艦的超大裝載能量 能夠大大提升海軍東部的作戰能力 又傳出有中國漁船越過界 澎湖外海這幾天東北季風強勁 瞬間陣風達到10級 而在七美以及貓魚附近海域 總計有7艘的中國漁船 越界避風並且捕魚 考量到海上不佳 海巡艦艇無法登舰 因此施以廣播以及水泡 還有鳴笛的方式來驅離 淨化海域治安 警報聲大響 海巡艦艇以廣播鳴笛的方式 驅離越界中國漁船 發現大陸漁船 目前準備進行廣播驅離 20號因為強勁的東北季風影響 瞬間陣風來到10級 浪高也提升到3至4米 中國漁船稱為了躲避惡劣天氣 偷偷越界到台灣海域 進行捕魚作業 立刻被雷達徵搜發現 海巡艇為無船名船舶 海巡表示這回在澎湖 七美和貓魚附近海域 發現共7艘中國漁船 除了故意將船名圖黑外 甚至還有無名漁船 當時皆因海象不佳 有安全顧慮無法登舰 隨即實施廣播水泡 及鳴笛方式驅離入船 向外死離 避免大陸漁船入侵作業 確保海域安全 近期許多越界的漁船出現 海巡署仍然堅定執法 維護國家海域主權 也保障漁民生計和安全 記者綜合報導 今天下午台北市議會 就要針對臺志光閉案 以及兒女案來召開臨時會 要求市長蔣萬安 來進行專案報告 但是國民黨團已經有共識 集體不出席技術性流匯 遭到綠白狂批 要護航到何時 蔣萬回應社會局將會递交 完整的書面報告 至於臺志光閉案持續延燒 立委王世堅則揭露 業者背景很硬 敢施壓市警局 而前市長克文舟也知情 也還是編列預算 對此講完再重申 全案進入司法 勿往勿走 警察同仁斯蒂亞跟我講說 台志光很委婉地講 你們市長能不能撐得起三天斷訓 這什麼意思 這是在威脅嗎 台志光閉案持續延燒 北市議員陸續揭露 業者仗著有人前腰態度 囂張福報一役的費率 還嗆警察局長市府官員 柯文哲多少就意識到 這個台志光不合理 很不當的手法 那是很囂張的啦 他們跟這兩位警察局長 放話說 你如果再堅持要扣我們這個預算 讓你官位不保 勿蔣官上來的時候 他送到議會的預算是5.5億 多了9千元 今天是他們要去解釋 律營質疑柯市府任內就職 請台志光閉案 卻還繼續編列預算 但柯文哲不接求 要蔣萬安出來面對 為何多編列9千萬預算 這合約當中包含了母約 還有106年的子約 我想柯市長也很清楚 我們都要求 依法依規定來編列預算 不只台志光 還有兒女案持續延燒 議會週五 下午就要召開臨時會 要求蔣萬安專案報告 但國民黨團有共識 集體不出席技術性留會 讓綠白狂批 要護航媽包市長到什麼時候 社會局就會準備一個書面報告 然後送到議會 接受議會建築 針對衛福部提出 凱凱案四大斷點 見指雙北市府和兒盟 新北市態度強硬 聽出嚴正抗議 不背中央甩的鍋 反觀蔣市長只有溫和喊話 中央地方要攜手合作 恐怕因為市府爭議還沒落幕 得避免過多政治解讀 這張林明州台北財寶報道 最新立法院民調出爐 民眾黨立委支持度 在藍綠白當中最低 拿到了34.2% 不過民眾黨卻在自己臉書上面 表示黨籍立委以巴黨百 人數最少CP值最高 引發外界討論 綠營大孫 請民眾黨請辭7位委員 這樣CP值最高 對此黨主席柯文哲回應 事實就是民眾黨的確只有巴西立委 會更努力力爭上游 任何的批評指教 我們就是謙卑的反共自行 講到自家立委滿意度 黃國昌身為其中一份子 很是謙卑 因為坦克立委最新民調 民眾黨滿意度敬培莫作 拿到34.2% 但臉書上的文宣卻掀起論戰 斗大標題以巴黨百 副標題還寫著 席數最少CP值最高 這性價比的算法 讓資深媒體人大酸 難道民眾黨是用34.2% 除以8分給8名立委 每一名立委可以拿到 4.275%的支持度嗎 用這樣的算法是有點怪怪的啦 難怪民眾黨有時候做出來的民調 都可以獨步全台灣 我們是真的只有巴西 到人家的五分之一嘛 上統計上次沒有差很多 不過這點我們一定會 更努力的來彌補 當然人數少是事實 但統計學可沒有這麼大的模糊空間 他們用這種精神勝利法的數學的算法 理性科學務實的科主席會怎麼看 因為其實以他們這種算CP值的方式 我可以建議民眾黨他們可以請辭掉 七席的立委 因為這樣子CP值最高 看了那份民調以後覺得很驚訝 回擊綠營語氣酸溜溜 但民調數字的解讀可得符合學理 才不會淪為笑柄 接著發言 劉淳為台北長報導 台北市議員陳崇文涉嫌收賄 圖利警用監視企業者 原本是200萬元交保被撤銷 大逆轉改成生涯警戒 雙手上靠上求車時 意外發現了他和幾名重大刑案的嫌犯同框 不但有持槍搶迎樓的 還有當街砍殺香港來台的張牧師嫌犯 另外最讓人毛虎悚然的 就是虐殺一歲十個月大凱凱的劉姓保姆 也走在陳崇文後面一起上求車 司法迫害 政治追殺 六天前高喊司法迫害 一個禮拜不到劇情急轉直下 陳崇文200萬交保撤銷改收押禁見 被認為意圖串政 那沒想到呢 陳崇文一交保後 立刻的跟證人聯繫 因此時的檢方又拿到新的市證 證明陳崇文確實有在勾穿證人 深夜 陳崇文搭上台北地檢署開出的 最後一班求車 他上了手銬 轉頭看了一下記者方向 這回什麼話都沒說 涉嫌貪污護航預算的陳崇文 穿著牛仔褲跟黃色皮鞋 卻不是唯一被矚目的罪犯 這一車子人都涉犯重大刑案 殘忍虐殺一歲多的凱凱 劉姓保姆走在陳崇文後面 面無表情 讓人不寒而栗的冷靜 和陳崇文兩個人意外同框 陳崇文前面的男子 林姓嫌犯又高又壯 身背四條通緝案在身 他在台北市林增北路上 遇見香港來的江牧師 以為粤語罵人 竟然拿刀當街砍殺 更前面 滿頭白髮的林姓男子 也很誇張 晚上七點多 在松山區持槍搶銀樓被逮 幾個案件最近占滿新聞版面篇幅 深夜開出的這一班求車 重大罪犯意外同框 記者劉慈陽新宇台北報導 馬路上經見無鷹腳攻擊 男子喝酒醉搖搖晃晃過馬路 看見等紅燈的騎士 竟然指著他痛罵 還直接衝上去來個飛梯 幸好騎士反應夠快 用腳撐住沒有事 反倒是證明酒醉男子沒有站穩 是當場摔爬斗地 而另外還有騎士追撞小黃的驚險事故 機車騰空飛起砸了下來 騎士是當場痛到完全站不起來 斑馬線上白衣男子手指著騎士 衝上前整人騰空飛起一腳踹過去 騎士撐住了歪了一下沒被擊倒 但男子耍褲丸不到一秒鐘 整個人摔爬倒地上先糗大了 他踹他耶突然踹他然後自己跌倒 這幾飛梯到底為哪裝 紅方駕駛也看不懂 只見他旁邊朋友趕緊攀扶 回首道歉 騎士則一臉淡定 看著他們綠燈後起步離開 留下尷尬的兩個人 騎士當時剛下了橋在這個路口停等紅燈 沒想到卻莫名其妙被一名陌生男子 無鷹腳攻擊 原來這名無鷹腳男子跟好朋友 飲酒狂歡後 凌晨三點多經過台北市松山區路口 先在馬路上手舞足道 看見等紅燈的騎士卻突然抓狂 影片被PO網被笑翻開酸 說不講武德就是小踹你 飛梯自己摔飛到地上 騎士淡定騎走 更讓大家笑到不行 喝醉男子最後被送醫結束這場鬧劇 馬路上狀況白白重 台北市羅斯福路上還出現驚悚 追撞事故 刺耳的煞車聲之後 碰的豪達一聲 機車直撞小黃右車尾 機車往前翻了一圈 騎士被重壓在第一下 痛到站不起來 原來計程車問講 看見乘客招手 打了方向燈慢慢往右靠 不料後方騎士也往右靠 就這樣發生意外 前車頭人與計程車的後車尾發生碰撞 馬路如虎口只能說不但要小心車況 更要注意可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烏鷹腳攻擊 記者王翔林昭顯台北報導 隨著人口老化 失智症也逐漸成為現代社會關注的重點 衛福部公布了最新調查結果 發現65歲以上長者 失智症盛行率來到了7.99% 更推估今年65歲以上失智人口數將會達到35萬人 這回調查也發現有高達6成的患者 會伴隨情緒以及行為症狀 最常出現的就是憂鬱以及負性症狀 其此則是熱夜顛倒以及作息混亂 時不時旺東旺西就點走路也不穩 隨著人口高齡化 失智症盛行率逐漸增加 衛福部公布最新全國社區失智症 流行病學調查結果 發現全國65歲以上長者 失智症盛行率高達7.99% 更推估今年65歲以上失智人口數 將高達35萬人 到了2031年更可能會來到47萬人 2041年則會多達68萬人 大概分兩大類 一大類就是失屬於血管性失智 那就是我們要把三高好好控制 另外一大類他就是單純是腦部退化的疾病 研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還是在65歲以下 也有值得被關心的族群 這個族群目前在台灣也已經有上萬 年賣的父母呢 必須再回過頭來擔任他的照顧者 不管是年輕還是年長的失智症患者 還有高達6成以上 會伴隨情緒以及行為症狀 BPSD最常出現的就是憂鬱 以及負性症狀容易情感平淡 也有不少人會出現恐懼或者焦慮 這些都讓家屬在照顧上顯得特別吃力 也成為我國進入超高齡社會的嚴峻挑戰 照顧的人甚至比失智症的這個病人更早倒下去 動不動就開始懷疑別人 可能先生會懷疑老婆是不是出去偷吃 媳婦是不是偷拿他的錢 面對失智症患者增加 衛福部也規劃要跟地區醫院合作 不見全則行失智據點 預計今年事辦也有增加點出 除了納入多科比醫師 後續也需要社工師護理師 人力上要好好評估避免創造悲閣 記者位挺余丁玉綜合報導 民眾想要減肥可要小心了 高雄竟然有早餐攤販 從馬來西亞团購減肥咖啡販賣 但是這些減肥咖啡 其實餐有四級毒品西部取名 一旦食用嚴重的話將會暴斃 而在前鎮區則是有老婦人 因為三高問題想要減重 他在聯署社團看到了名醫 張昆菌販賣減肥藥 零怪匯款時被行員察覺有意報警 警方到場一看到這名醫的照片很模糊 解析度很差也直接出破 是遭到導遊 以現在的手機來講 不可能拍得這麼模糊 打開頁面上頭照片實在太模糊 解析度差到一看就是假的 戀愛很像台灣的人啊 不知道是不是哪有網路上抓的啊 臉書社團名醫 張昆菌賣減肥藥 照片怎麼看怎麼怪 根本不是本人 你看他都是盜用的啊 正牌張昆菌醫師追蹤人數將近60萬 這個社團卻不到30人 真的很有問題 原來老婦人因為三高想減重 在臉書社團看到名醫 張昆菌有賣減肥藥 零歸匯款4800元 行員查卷有意報警 警方到場馬上出破 臉書照片適早盜用 收車產品至少目前為止 完全跟我沒有關係哦 正牌將昆菌醫師強力澄清 絕對沒有賣減肥產品 提醒民眾切勿上當 而在林雅區則是由早餐攤販 團購減肥咖啡 不過咖啡裡裝的卻是毒品 有自馬來西亞紀錄 是國際包裹 內容物 為含有第四級毒品 西部取名 是咖啡蔥泡包 海關攔截一項家用品大小包裹 發現裡面是239包減肥咖啡 而成分竟然是四級毒品 西部取名 繼續追查找到購買者 就是這名早餐攤販 網路上稱有其笑團購販售 警方前往住家搜索 他賣到只剩一盒 正在等貨來 沒料到這批貨早被海關攔截 全男一毒品危害方式條例最嫌 移送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偵辦 想減重飲食跟運動才是正確之道 靠毒品還沒授身成功 恐怕先賠心命 記者梁教委蕭志遠高雄才能報導 學生下課造計程車共程 卻來了一輛白牌車 五名學生總共花了350元 從厚龍鎮搭乘到苗栗市 不過當場是被監禮站稽查員 回同警方來查棄 駕駛變稱本身有計程車駕照 但是他利用自小客車違規载客 還是被依法開罰了10萬元罰還 也被吊扣駕照和牌照四個月 看到目標車一出現 苗栗監禮站稽查員 會同遠景立刻衝上前去 駕駛自知開白牌車違法 顯然很心虛 疑似想要駕車逃逸 差一點撞上遠景 白牌車駕駛下車之後 急忙否認說他沒有要衝撞任何人 只是單純載送客人 而當時車上的乘客 是就讀厚龍一所 醫護專科學校的學生 他們表示原本是打電話 摳計程車來供乘的 沒想到來的是一輛白牌車 因為過去有多次類似的經驗 不宜有他全都上了車 五名同學總共花費350元車資 我是叫計程車 那樣計程車的 不是啦 剛剛輪那個車子 剛剛輪那個 輪什麼啊 有計程車駕照啊 對啊 58歲的無姓駕駛變稱 他有計程車駕照 可是計程車剛好被其他人開走 才會使用女兒名下的車輛載送客人 但其實警方查出 這部車子已經多次遭檢舉違規載客 因此監理站還是依法開出10萬元罰還 並且掉扣駕照牌照四個月 為了賺這350塊 罰10萬元罰金還掉扣牌駕照 真的得不償失 記得張新潔苗栗報道 體貪最近消息來關心 樂天桃園隊啦啦隊宣布 人氣成員李多惠 因為提出個人生涯規劃 將離開樂天女孩團隊 公司表示尊重 球團也說 李多惠活潑可愛的形象 深受球迷喜愛 她也是韓籍啦啦隊 來台發展的先驅 她也相當感謝李多惠的付出 希望她未來發展一切順利 而李多惠的新規劃 就是要跟隨林湘的腳步 加入魏全龍啦啦隊 改當小龍女 對此魏全龍也正式宣布了 最強外援李多惠加盟的消息 而魏全龍現在有了林湘和李多惠 兩大人氣啦啦隊女孩 小龍女堪稱史上最強陣容 持續而關心 總統蔡英文跟副總統賴清德 一同接見去年中華職棒 總冠軍魏全龍 不過只有球員到場 啦啦隊小龍女也一起受邀進到總統府 讓他們覺得相當榮幸 而副總統賴清德事後 也分享了小龍女的美照 讓網友直呼很懂流量密碼 場邊充滿活力的吉祥物 及小龍女啦啦隊也是非常重要 鏡頭有沒有抓到 被總統點名一臉受寵若驚 總統蔡英文二十一號接見 去年終職總冠軍魏全龍 現場不只有球員到場 啦啦隊小龍女也一起受邀 前進總統府 副總統賴清德在會後更特別發文 賴清德恭喜魏全龍拿下冠軍 不過封面第一張照片 卻放上和小龍女的合照 不少網友留言說 副總統懂流量密碼 最美的風景真的是人 還大讚副總統賴清德 真的很懂喔 第一位賴可 第二位啦啦隊成員米奇 第三位是我們的新選 受邀的小龍女們相當興奮 隊長小印發文分享心情說 能跟球員一起感受 這份殊榮很開心 還有剛卸任隊長的琪琪 則說這是人生高光時刻 新陳也感動表示 是人生中最難忘的一天 包括隊長小印在內的六位隊員 都發文分享心情 發了多部在總統府內的影片 另外有人好奇 剛加盟小龍女的啦啦隊女神 林香怎麼沒有出席 原因是去年林香 還在另一隊 所以這回總統接鑒場 自然沒出現 這讚好嗎 白沙輪媽今年 靜香路線出現了不少驚喜 昨天走張雲大橋 進入雲林林內 再繞到斗六 寫下歷史一刻 今天清晨五點 粉紅潮跑繼續趕路 陸續停駕在斗六車站 斗六派出所 這些之前沒有走過的路線 也讓當地鄉親十分感動 而媽祖聯造 也首度停駕 雲林縣政府 現場張立善 也特別率領縣府團隊 跪地贏家 天還沒亮 白沙輪媽已經從斗六起駕 展開第五天 靜香之旅 高空俯瞰 信徒排起長龍 鑽转轎底 因為這是媽祖 首度繞進斗六市 馬祖燃轎 在寫記錄 走了從未走過的路線 停駕在斗六火車站 上萬名 菊茂大軍 急爆當地 超級熱鬧 為了迎接媽祖的到來 雲林縣長張立善 也專程來贏駕 張立善率領縣府 以及主管 跪地迎接媽祖 感動到暴哭 希望媽祖庇佑 雲林能脫離貧窮 而粉紅超炮 短暫停駕雲林縣府 30分鐘後 繼續趕路 媽祖 媽祖 我愛你 媽祖聽到 玻璃石大人的呼喊 一個轉彎 停駕 斗六派出所 媽祖今年 帶領香燈角 走不一樣的路線 記錄下歷史一刻 讓香燈角 驚喜連連 而接下來 還會有什麼樣的驚喜 也令人十分期待 記者最後報導 許多人到宜蘭玩 都會買當地特產牛舌餅 來當伴手禮 不過只有民眾 偷往抱怨 說爸媽買到的牛舌餅 不但超薄 一包也只有四片 暗縫是他不懂物價 天文一出 許多網友反倒是認為 其實要薄才會好吃 也意外掀起討論 薄清脆 然後又香 師傅們將揉好的麵糰 手工擀成長條形 準備送進烤箱 許多人來宜蘭玩 都會買牛舌餅回家 當伴手禮 但有民眾貼文 這牛舌餅似乎有點太薄了 袁波在臉書寫下 爸媽在宜蘭買的牛舌餅 薄得讓他驚訝 還大算是他太少旅遊 不懂物價 就了解一包四片要四十元 天文一出也引發網友 對牛舌餅厚薄度的討論度 有人說就是要薄的才好吃 不過也有人說喜歡古早味 更有人提及可以做的那麼薄 其實是真功夫 薄片比較厚 薄片比較好 父親當時是在宜蘭開一間 麵包店 那時候他為了要追求我的母親 就到台南就帶了宜蘭的伴手禮 牛舌餅擠壓賞 沒有想到被我的外公外婆嫌棄 因為他們說這個牛舌餅 太硬太厚會黏牙 我爸他就想說有朝一日 他一定要改良 業者說這種薄的牛舌餅改良 自傳統牛舌餅 叫宜蘭餅 傳統牛舌餅中間會包餡較為厚實 而宜蘭餅主打只有0.1公分 吃來酥脆不黏牙 各自都有擁護者 記得張凱廷宜蘭報導 任灣新彰化田尾相待會 大約有三十人到了日本京都進行考察活動 沒想到二十號到一間燒肉店用完餐後 有十一人出現了上吐下瀉 隔天仍然不見改善 飯店人員立刻通報 日本的消防隊也出動了多部的救護車緊急送醫 並且組成了臨時指揮部 還好患者打完點滴之後 就陸續出院繼續行程 不過日方也正在釐清傷悉狀況 彰化田尾相待會到日本京都考察 以觀光為主為期五天 卻疑似食物中毒 有人開始上吐下瀉 考察團二十八人有鄉長跟代表 十九號出發到京都二十號 在一間燒肉店用餐 之後有十一人噁心上吐下瀉 隔天二十一號狀況沒有改善 趁到晚上到飯店 由飯店人員通報 日本消防隊出動多部救護車緊急送醫 甚至組成臨時指揮部 連日本媒體都報導這件事 我因為我都是親死的 根據其他團員表示 當晚在燒肉店吃的有牛肉 豬肉 蝦子 海鮮等 大家都吃得差不多 也不確定是否跟食物有關係 還好傷患打完點滴陸續出院 繼續耐涼神護的行程 由於多達11名旅客送醫 日本警察跟消防單位不敢大意 目前正在釐清 是否為食物中毒有關 及感染源所在 記者帶我貌 將會報導 日本九州熊本市 今天上午驚傳持刀砍人事件 事發地點在熊本市中心鬧區 一名二十多歲的嫌犯在商店街附近 持刀刺傷三名年輕女性 三人送醫時幸好意識清醒 嫌犯是以涉嫌謀殺未遂罪被捕 目前也正在調查事發原因 台積電熊本廠最近落成 也進駐了不少台積工程師和家屬 如今發生凱人事件 也令人擔憂 但關心到美國職榜大聯盟球星 大谷香平的翻譯水源一平 涉嫌非法遷賭欠債 遭到稻錡隊開除 大谷跟球隊反美時 已經不見了水源的身影 而根據外媒報導 雖然水源曾經跟美國媒體表示 大谷知情他涉賭 還幫忙匯款還賭債 但是稻錡球團人員表示 二十號首場比賽結束之後 水源向全隊道歉 大谷才第一次得知 帳戶有錢不見 一連兩天的美國大聯盟海外賽 二十一號順利落幕 到齊隊球星大谷香平 跟愛妻田中真美子 現身南韓仁川機場 跟球隊一起返回美國 現場集滿熱情粉絲 卻不見翻譯水源一平的身影 Tani's long time interpreter and friend Ipe Mizuhara has been fired over what is being described as massive theft 大谷南韓粉絲俱樂部會長 十九號巧遇水源 合照時發現他的表情陰沉 感覺心事重重 沒想到爆發非法簽讀案 另外多家美國媒體也大篇幅報導這起事件 根據球團人員透露 水源二十號在首場比賽結束後 向全隊道歉 這時大谷才第一次得知自己的帳戶裡有錢不見了 相當震驚外媒報導水源曾進入賭場 和關學校就讀 不過因為自覺沒有才能而退學 而根據美聯社報導 美國國稅局已對水源跟投注站展開調查 去年十月也曾搜索過投注站 投注站律師表示 從未跟大谷祥平聯絡過 至於水源涉案會不會影響大谷的職棒生涯呢 根據外媒報導 大聯盟表示目前大谷不會受到處罰 也不會對他展開調查 根據大聯盟規定 任何球員或受聘人員 只要透過非法賭博下注 或是成為非法賭博的中間人 都會受罰 由大聯盟主席事情節輕重做出處置 不過2015年馬鱗魚隊投手柯沙特曾經涉堵 但最後判定沒有對棒球下注 以罰款了事並未禁賽 張永藤編譯 美國司法部21號對科技龍頭蘋果提起訴訟 指控蘋果非法壟斷智慧型手機市場 強調維護消費者權益 美國政府近年是積極打擊多家科技巨頭 包含了Google跟臉書母公司Meta 都遭政府提起訴訟 而反壟斷訴訟提出之後 蘋果的國家下跌 蘋果則是發表聲明否認這些指控 美國司法部21號對蘋果提起訴訟 指控蘋果公司非法壟斷智慧型手機市場 打擊其他競爭對手 還不斷烘台iPhone價格 司法部提到蘋果手機利潤高 強調維護消費者權益 不該因公司違反法律而負擔過高的手機費用 反壟斷訴訟提出後 蘋果股價下跌 蘋果則發表聲明否認這些指控 美國政府近年持續打擊科技巨頭 美國前總統川普跟現任總統拜登的政府部門 過去曾對Google 臉書母公司Meta 跟亞馬遜等大公司提稿 民眾對訴訟看法不一 專家則提到可能有部分政治因素 因為美國大選在即 對大公司出手能顯示政府正在採取行動 維護民眾權益 現在人生活壓力大 義大利米蘭有一間卸分室 每天晚上六點開門營業 提供剛下班的上班族 一個安全的空間來搞破壞 發洩情緒 找回內心平靜 而這間卸分室的經理說 顧客光顧了理由千奇百怪 也有人是被醫生或者是心理師推薦來的 音樂一下 全副武裝的兩人 拿著手中的鐵膠 往地上的盤子跟酒瓶重重一錘 倒下來還不夠 就是要把瓶子碎屍萬段 直到聽到清脆的玻璃破裂聲 房內還有電器跟鐵櫃等各式物品 只見兩名女子又敲又摔 恨不得把所有的東西都弄到稀巴爛 因為她們正在玩憤怒遊戲 意大利米蘭的這間卸分室每天晚上六點開門營業 讓剛下班的上班族有一個安全的空間發洩情緒 甩掉壓力 找回內心瓶頸 玩過憤怒遊戲的顧客都說送啦 這間卸分室提供全套護具以及鐵敲或球棒 讓顧客在自選的配樂下盡情摧毀房內物品 經理說顧客光顧的理由白白種 也有人是被醫生或心理醫師推薦來的 這間卸分室還開放糾團一次最多八個人 顧客還可以帶自己想要粉碎的東西 把前任伴侶的東西無碼分屍跟他切八段 無練者兵 阿波斯總統大選結果揭曉一如各界預期 總統普廷順利贏得連任 第五度當選總統 普廷一路再做六年會直到2030年 將會超越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 成為俄國在位最久的領導人 儘管西方國家紛紛批評 俄國的選舉不合法也不民主 但普廷的勝選已成事實 領導定位更加鞏固的普廷 接下來將請全力攻打烏克蘭 他還警告北約不要派兵烏克蘭 否則將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一場早知道結果的選舉 一切都按照劇本走 選票才開出約5% 俄國總統普廷就自行宣布勝選 俄國總統大選落幕 普廷五度當選總統 要再做六年 普廷從2000年的47歲 一路掌權到2030年 到177歲的普廷 將超越史達林執政29年的紀錄 而且依規定普廷可再連任一次 根據俄國中選會公布的結果 普廷的得票率為87.28% 而本屆大選的投票率為74.2% 雙雙創下俄國史上新高 但西方批評這場選舉 既不民主也不透明 荒謬的還有賀槍實彈的 俄國士兵隨行 選募人員帶著票軌 挨家挨戶的在烏克蘭占領區登門 看著選民投下一票 三天的投票過程出現一些插曲 莫斯科這個投票所的投票箱 突然冒出熊熊大火 有人趕緊拿水滅火 警方當場將一名疑似縱火犯逮捕 聖彼得堡有女子朝投票所投擲汽油彈 莫斯科還有女子將整罐顏料倒入投票箱 箱子裡的選票成了廢票 東歐摩爾多瓦的俄羅斯大使館也被丟汽油彈 警方逮捕現行犯 反對派還號召民眾 在最後一個投票日的正午時分 前往各地投票所排隊 並用選票表達抗議 倫敦的俄國大使館外 當時就有超過兩千人排隊 俄國已故反對派領袖納瓦尼的遺孫尤利亞 在德國柏林的投票所投票 她感謝支持者的鼓勵 強調會勇敢走下去 普廷還首度公開提到納瓦尼的名字 普廷表示 納瓦尼的過世令人感傷 但話風一轉 普廷表示 納瓦尼的死不足為奇 西方質疑普廷政權的合法性 普廷則反抗美國的民主 是一大笑話 中國和北韓在第一時間 祝賀普廷當選 西方國家普遍反應冷淡 美國表明不會祝賀普廷勝選 同時批評俄國的選舉極不民主 烏克蘭總統 泽倫斯基痛批普廷壞事作絕 烏克蘭原定今年春天要舉行總統大選 但因為實施戒嚴 總統泽倫斯基認為 現在不是選舉的好時機 反觀在戰爭狀態下的俄國 按照既定時程舉行大選 高票連任的普廷 更顯得趾高氣昂 烏克蘭戰爭進入第三年 西方國家對於這場 曠日廢時的戰爭 漸漸麻痹 普廷在勝選記者會上 警告北約如果派兵到烏克蘭 那離第三次世界大戰 將只有一步之遙 俠著進九層的民意之詞 不讓泽倫斯基扶手稱臣 普廷不會善罷甘休 劉雲偉編譯 你們兩個兄弟 我再問一遍 你們兩個都沒有趴上去接車行 我們派在車行 只要你們三個帶 下個禮拜就過給你們三個 車行是醫生的生命 你不會煩惱他 會讓他整個朋友 你別說要他不聽 你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事 我要認真做得更加 每個人都有自己適合做的事情 我還是想到老師 等我 每週六晚間十點 台市華麗計程車行 每週一至週五晚間八點 台市最新八點老大戲 追分成功 每個禮拜到八個晚上八點 台市追分成功 大家好 我是大山 想陪著我們一起營業嗎 看營業中第三季 週六晚上八點 請鎖定台市主評 小麻煩魔女會使用怎樣的魔法 小麻煩魔女會使用怎樣的魔法 每週六下午五點至六點 一次看兩集 歡迎回來 現在關心連線消息 高雄有名騎士 違規右轉被遠景發現 沒想到騎士竟然不甩遠景盤查 還加速跑了三公里 最後才停下受檢 但是眼前遠景發現 騎士逃跑過程 還不斷往外丟東西 警察發現原來是毒品 散意狀況 連線記者吳宗宣 好的主播遠景發現 一名機車騎士違規 右轉民敵要他靠邊停 沒想到騎士不僅沒停車 還加速跑給警察追 雙方一路追逐三公里 騎士自知逃不出遠景的手掌心 才甘願停車受檢 來聽一段警方說法 19號凌晨三點多高雄高雄鋼山一名豬姓男子因為違規被警方盯上 被歹事還謊稱因為無罩駕駛才會心虛逃跑 事實上卻是身懷毒品趁加速逃逸之際將身上毒品 一一丟在路上 但這詭異行徑全被遠景發現 最後共查獲一包三級毒品K他命 八包二級毒品安菲他命 除了將他依法送辦 也要針對男子淘寶時的實踐交通違規置單舉罰 以上時間鏡頭將會給棚內 而在台南有自助洗衣店的業者控訴 有對男女竟然直接把整箱的垃圾丟在他的店門外 讓他氣得po網 希望對方來主動聯繫 詳細狀況 連線記者王以嘉 好 主播各位觀眾可以看到一對男女開車來到自助洗衣店前 隨後一次直接把手裡整箱的垃圾放在門口 地點就在台南麻豆區 這個誇張的行徑也讓洗衣店業者看到監視器這幕簡直氣詐 po網要求二十二晚上八點多這對男女可以主動聯繫 若三天內沒有消息就會主動報警 而這名業者似乎真的很氣 他指控店內外都被用得很亂 好像被炸過一樣 也有其他客人出來表示真的很髒 除了民眾也有其他網友認為他們這樣子的行為是真的很沒有功德心 而現在業者也希望趕快找到這名男女平息心中的怒過 以上是市場的最新情形把時間鏡頭交還給彭內主播 台灣新拳擊國手誕生了 曾為戀拳打到腦震盪的國立基隆高中學生陳育成 日前參加2024亞洲青年紀U22拳擊錦標賽獲得了金牌殊榮 成為了基隆首位的拳擊國手 四月也將前進哈薩克參加國際賽 一塊來看看戀拳背後的勵志故事 閃躲揮拳精準命中把心帥氣揮灑汗水 他是基隆首位拳擊國手陳育成 日前在2024亞洲青年紀U22拳擊錦標賽中奪下金牌 獲得國手資格 奪牌這一刻所有辛苦終於換來榮耀 也都不太想讓我比賽 一部分是他覺得我去比賽壓力會很大 怕你受傷就對了 對啊對啊對啊 陳育成曾打拳打到腦震盪 也曾滿口是血咬牙奮戰 三天兩頭帶傷回家家人憂心忡忡 輔導老師也是陳育成的教練李應說 發現這孩子的潛能就不斷鼓勵他 更在孩子想放棄時 一句支持當後盾定可勝利 讓他拼出國手資格 你不努力到下一場比賽 我們哪知道 而且我們最近有去參加很多比賽 都給他們看到我們有出來 我們實力不會輸 鼓勵變成座右銘每天練習 至少打八回合 加上打沙包空拳灰四千拳以上 堅持訓練 陳育成在滿十八歲的這年 不但取得國手資格 更將披上國家戰袍 四月代表台灣前進哈薩克 參加國際比賽為台灣 為自己爭光 記者蔡志恆基隆報導 每週六晚間十點 台式華麗計程車行 每週一至週五晚間八點 台式最新發電腦大戲 追分成功 每個星期到七五晚上八點 請收看台戲追分成功 大家好 我是郭文智 想陪著我們一起一夜嗎 太一夜中第三季 週六晚上八點 請鎖定台式主題 小麻煩魔女會使用怎樣的魔法 小麻煩魔女會使用怎樣的魔法 每週六下午五點至六點 一次看兩集 你快點 冷靜一點 難怪 DANIEL 剛剛他的問題 他要給他多... 他上班 他上班 剛好結八顆 剛好結八顆 来关心到最新的车祸意外消息 就在上午10点多 新北市一名30多岁男子 开着一辆重约3.5吨的货车 行经台15线领口断食 以此没有注意前方状况 追撞外侧车道的私人工程洒水车 双脚是夹困在车内动弹不得 消防人员赶紧出动破坏器材 协助脱困 幸好驾驶疑似只有左脚骨折 以及四肢身体多处插错伤 以及撕裂伤 意识清醒也立刻送易急救 来关心到股市消息 美国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红 台股今天在台积电 鸿海 台达电等 电子全值股开盘上涨 指数开高走高 但在电子全值股拉回 加上传产股股片走弱 指数也一度走跌 中场台股上涨了29点 收攒20228点 成长是4958亿 四月电价确定调涨 就怕户价也会跟着波动 央行昨天为了抑制通膨预防性升息 却也导致房贷上升 如果以1000万元的房屋物件计算 房贷还款30年期 房贷利率是2.06% 而升息半码之后 房贷利率将会变成2.185% 每个月还款多了631元 也相当于一个月 得要少喝大约15杯的美式咖啡 调升我们的政策利率拜码 央行宣布升息拜码 不跟随美国脚步跌破外界眼镜 因为四月电价拟定调涨11% 就怕通膨预期调涨利率 不过房贷族可能又苦哈哈了 影响有多大 看看数据 原本房贷利率地板价是2.06% 以1000万元30年期来计算 本息平均摊还每个月是 37263元 不过升息后 房贷利率2.185% 每个月将增加到 37894元 换算下来 每个月会增加631元 如果以便利超商 美式咖啡45元来计算的话 大约每个月会少喝约15杯 升息增加房贷压力 但是否影响房价波动 房仲业者杰西会抑制买房交易量 进而达到房市降丸效果 国人对于利率是相对比较敏感 所以通常升息一个程度上面 也会达到抑制房市的效果 只是说因为现阶段的利率水准 都在3%以下 只要不突破3%这个关卡 那在整体的一个价量上面 影响其实都是相对比较有限 央行升息抗通膨 企图稳定汇率 吸引外资平稳房市 物价达到一键三雕 效果如何还需静待观察 记者黄泽霆 浩宇台北报道 豪宅市场受到私人 司法人献过 还有央行 现代令等等影响 买气冷嗖嗖 台北市半年来 只有全交21户 跟4年前高点相比 量缩了8成之多 就连仍爱路上的指标豪宅 最新也开出 开价赔售 开价是3.2亿 比当初买进的价格 整整少了5800多万 三房两厅格局 窗外眺望仍爱路舒海 白天黄昏各有不同景致 而同社区想求售的不止他 宽阔客厅衔接合适空间 117屏两房格局 屋主开价2.8亿 单价落在238万 跟2013年社区出现的最高单价 298万有落差 不止仍爱路 近期敦化南路 跟天母的指标豪宅 也都出现 赔售案例 司法能限制购物 让豪宅的买期 有上次的局限 第二个就是央行 推出豪宅的现代令 豪宅的买期 税时比较差一些 如果他们不想等 景气回温的话 本身又有日常配置的需求 那就会比较愿意 用烂力的方式来销售 北市的豪宅买期 比腰斩还要惨 去年下半年交易量 跟四年前同期高点 大减超过八成 只有21件 新北也少了近两成 不过板桥 却在逆风中 异军突起 出现20件爆量 每瓶的单价 跟台北市动辄 每瓶200万以上的豪宅来讲的话 每瓶有大概100万以上的落差 这个房价相对的具CP值的话 本身的商业基人也是不差 虽然不比北市的当房区来 但是交通跟商业基人 都还是有一些的优势 专家观察豪宅客群 轻松了解科学家的研究内容 生活完科学 解密日常生活小知识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带您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周日晚间八点半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发现科学 你们两个兄弟 我再问一遍 你们两个都没怕 想要接车行 我们华蕾车行 只要你们三个带 后来一半就过来 给你们三个 强行是你一身的心配 你不烦恼他 我会让他整个朋友 你别说要他不疼 你自己想要做什么事 我要认真做更加 每个人都有自己 适合做的事情 我还是想当老师 等我 家妓市三合院呈特色民宿 阿公家也是 reason plant 那也就会觉得有一种 回到阿公家的感觉 友善亲子设施 注入观光火水 当然都会找 房间有溜滑梯的或球尺 饭店的设施也很重要 对美饭店展现城市魅力 更多的在地的文化跟历史跟设计 在饭店的设计上 更可以体会到 就是在地不同的一些串联 敬请锁定 好家好家 我今天真的是感受到 他们是准备好料来表演 总冠军交出一个 这么漂亮的成绩单 很为你们开心 都有那种起身转合的感觉 我感受到你是亮眼的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台式最新八点档大戏 追分成功 每周到五五晚上八点 请收看台式追分成功 大家好 我是雅元昊 想陪着我们一起营业吗 嗨 营业中第三季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定台式主流 哔哔哔哔哔哔 哔哔哔哔哔 薄薄莉娜 贝贝鲁多 愉悦变成狗人名 变 小麻烦魔女会使用 怎样的魔法 小魔女豆元咪 每周六下午五点至六点 一次看两集 你想当个健康快乐的人吗 跟着冠仪 吃着营养 动得灵活 活着健康 消费情报赞 每周一至周五 陪你健康生活 请跟单 嘉宜市三合院 成特色民宿 阿公家也是这种三合院 所以其实回到那里 就会觉得有一种 回到阿公家的感觉 友善亲子设施 注入观光活水 通常都会找 房间有溜滑梯的 或球尺 饭店的设施也很重要 最美饭店展现城市魅力 更多的在地的文化 跟历史跟设计 在饭店的设计上 更可以体会到 就是在地不同的一些串联 敬请锁定 好家好家 新一季发现科学来咯 这一区长期模拟海洋酸化 全新单元行动实验室 你现在也可以远端来操控机器人了 草原萌马翔 这个是它的牙齿 带您直集科学家的实验基地 轻松了解科学家的研究内容 生活完科学 解密日常生活小知识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带您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周日晚间八点半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发现科学 你两个兄弟 我再问一遍 你两个都没帮助接车行 我们帮着车行 只要你三个带 后一星期就会过来 你三个 强行 嘉义市三合院 成特色民宿 阿公家也是这种三合院 所以其实回到那也 就会觉得有一种 回到阿公家的感觉 友善亲子设施 注入观光火水 通常都会找 房间有溜滑梯 或求此 饭店的设施也很重要 对美饭店展现城市魅力 更多的在地的文化 跟历史跟设计 在饭店的设计上 更可以体会到 就是在地不同的一些串联 尽情锁定 好家好家 台湾新有民众到台中一间 酸菜鱼连锁店用餐 点了一杯奶茶 没想到就在喝完的时候 竟然在杯底发现 有一只大苍蝇 让他是当场觉得恶心想吐 事后店家虽然斗欠 也退了饮料的费用 但是网路上面也有民众 曾经反映店家的卫生问题 因此当事人还是将不愉快的 用餐经验po上网 也希望店家能够加强卫生管理 装着奶茶的塑胶杯里头 一只大苍蝇就粘在杯壁上头 一动也不动 仔细看还能看到翅膀和触角 一想到就让人头皮发麻 原来有民众 日前到台中知名的酸菜鱼连锁店 就在喝完整杯奶茶后 发现竟然有只苍蝇 让他当场觉得恶心想吐 不敢进啊 不敢进就会不敢吃 就会觉得他们的卫生室不好 奶茶有帮他做了更换 然后也有做后续退款 一个月的话 会做一次定期的店内的大消毒 所有民众向店家反映 虽然店家道歉 也退还饮料的费用 但是上网搜寻 发现有不少民众 都曾反映过店家卫生问题 有人在鱼盒饭里面 发现过蟑螂 餐厅卫生令人看忧 虽然没有接获检举 但食安处人员 也主动前往店家稽茶 这间酸菜鱼连锁店 台北台中共有六家分店 颇具人气 但现在爆出卫生问题 店家也承诺会加强 环境卫生管理 希望不让苦心经营的形象 因此受损 借家的刘七宇台中报道 嘉义市三合院成特色民宿 阿公家也是这种三合院 所以其实回到那里 就会觉得有一种 回到阿公家的感觉 友善亲子设施 注入观光活水 通常都会找 房间有溜滑梯的或球尺 饭店的设施也很重要 最美饭店展现城市魅力 更多的在地的文化跟历史跟设计 在饭店的设计上 更可以体会到 就是在地不同的一些串联 敬请锁定 好家好家 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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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招呼 我们有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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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会是我人生最高颜色的莹果 我今天真的是感受到 我今天真的是感受到 他们是 準備好料来表演 总冠军交出一个 这么漂亮的成绩单 很为你们开心 都有那种起神转合的感觉 我感受到你是亮眼的 海濱融化 海洋枯竭 從北極到台灣 從冰川到海洋 海事團隊徒步冰河 潛入海底 目擊全球暖化的衝擊 請鎖定地球的極限 尊雅拜活躁信徒 二十一號迎接傳統新年 民眾身穿鮮豔的服裝 手舞足蹈 氣氛相當熱鬧 現在就可以帶您一塊來看看 以上一節正確內容 我是床品寧 感謝您收看 午安 我們再會 每個星期到拜五 還不是在八點 但是最新八點檔的大集 最